姐姐 請問一下 妳這家店開多久了 大概三個月了 那妳們這家店的特色是什麼 我們這家特色齁 就是其他的店是鹽肉爐 我們還有牛肉 牛肉啊 這些小菜啊 都有 那什麼時間點是妳們的高峰期 生意高峰期 六月比較好 禮拜六 禮拜天是我們的高峰期 像今天好像天氣變冷的第一天 對妳們來講 那個生意怎麼樣 對 今天天氣突然冷 我們生意真的很好 那現在下午三點鐘 什麼時候有人在外面排隊 然後裡面是客門的 因為今天比較 天氣突然變冷了 然後整天就這樣子有毛毛雨 然後天氣很冷 所以客人比較多 那如果比較平常 比較出太遠的時候 就沒什麼多人 所以現在不是吃飯時間 還是這麼多人 那因為禮拜天 中午的 白天的生意比較好 對 那晚上呢 晚上比較沒那麼好 中午的比較好 那禮拜六是晚上比較好 對 好 姐姐謝謝 今天是變冷的頭兩天嘛 就是搭這個畫面 來享受一下國民美食 那這附近有很多家 為什麼選這家 因為網路停價 它是生意最好的 喔 哪有人三點鐘就來吃 下午三點 很少 我是中餐啊 算中餐 那來哪一家餐廳是誰決定的 誰決定 我們總編輯會決定 那也是算是記者 對對對 那個湯太燙了 夾一塊肉來吃一下 肉肉肉 夾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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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夾肉夾肉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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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李宗盛